觸發法國和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緊張關係加劇的 是總統馬克龍會見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參與者後裔發表的言論 《世界報》週六的報導披露細節 馬克龍指阿爾及利亞的官方歷史完全被改寫 並不是基於事實而是對法國的憎恨 反問在法國殖民之前有沒有阿爾及利亞這個國家 又說阿爾及利亞2019年的大規模反政府示威運動削弱當地制度 由政治軍事體制除代,總統突本被艱難的制度所困 這場運動是阿爾及利亞脫離法國獨立後第一場大型抗議,要求政府改革 長期執政的時任總統布特·弗里卡在軍方施壓下請辭 阿爾及利亞批評馬克龍的言論不負責任,反對法國干涉內政 決定召回處法國大使達烏德,有指馬克龍的言論傷害獨立戰爭中的烈士 法國殖民統治期間犯下種族滅絕等無數罪行 事實不應該受到操縱和詮釋來掩蓋當中的醜陋 法國早前已經因為非法移民和簽證問題和阿爾及利亞關係緊張 法國以對方拒絕收回被遣返的非法移民為由 大幅削減阿爾及利亞公民的簽證數量,令阿爾及利亞傳召法國駐當地大使 並提出正式抗議,指責法國單方面行動 有線電視機仔,吳景儀報導